大家好 我是Eva 赶快一起来关心 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星期三封面持续的位处在南部地区的附近 所以南部地区以及中午过后的近山区 都有机会受到对流降雨的影响 那么星期四封面和西南季风备胎影响之后 整个西半部就会相对的有比较明显的降雨状况影响 我们先来看到卫星云图 从昨天开始受到西南季风增强 加上滞留封面的影响之下 迎封面地区高雄屏东恒春半岛 还有南台东的地方都有相当明显的降雨状况 许多地方甚至在今天都有 300多毫米左右的累计降雨量了 跟先前预报比较不一样的旧市 滞留封面比预期的再更往南偏一些 所以高雄以北的地方降雨量并不如预期 但是在中部地区今天仍然有受到一些对流 包移入的影响 有一些降雨状况的发展 其他地方则是以中午过后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 而有一些对流降雨的天气形态为主 那么未来几天会影响我们天气的三大关键 则是目前距离比较远的太平洋高压 以及滞留封面还有所谓的西南季风 会影响我们台湾的天气状况 星期三来说明天滞留封面仍然是位处在比较南边的 不过很快的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就会受到整个低压带被台的影响 全台湾都会有相对比较明显的降雨状况发生了 好那么明天来说呢 就像刚刚提到过的支流封面相对的比较难偏一些些 所以呢这个整体来说 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会是最为类似的 也是这几天来说比较稳定的一天呢 不过呢在南部地区不是说没有降雨楼持续的会有降雨 但是呢降雨的范围以及降雨量都会明显的变小许多 甚至呢还会出现一些降雨的空档 其他地方则是以中午过后 这个山区会有热力作用的对流降雨的天气形态为主 但是星期四呢受到滞留封面北台 加上西南季风也一起往上北台影响我们之下呢 这个可以看到哦全台湾都是有降雨的状况了 主要呢影响这个的这个热点热区呢 还是在一封面地区高雄屏东的一带的地方哦 还有横春半岛 可以发现到都是红红紫紫的预估累积降雨量哦 主要呢都要特别留意这个短时的强降雨 不排除呢会有好大降雨的累积状况了 那么其他地方呢像是宜兰地区以及东北角 还有这个整个雪山山脉的沿线 也都是未来几天要特别注意降雨状况的地方哦 那么呢在中部以北的地方天气也不如今天咯 会有这个大幅度天气转差的状况 都要特别留意未来几天的降雨状况了 持续到星期六星期日降雨才会逐渐一天比一天的趋缓下来 我们来看到哦在气温的部分呢 其实各地区的这个气温分布状况呢 趋势都是相当雷同的 主要都是在星期四开始受到天气转叉 有降雨的影响之下呢会有一些降温的状况 北部地区31度的高温 但是在星期四会有29度这个天气的降幅变化哦 而低温呢则是维持在25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更是明显的气温变化哦 可以看到今天和明天都是32度左右的高温 但是呢星期四星期五受到降雨的影响 还有这个云量变多的影响之下呢 会一路的有28度的高温发生哦 还有呢我们低温是持续维持在26到27度 那么南部地区跟刚刚提到过的一样哦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小幅度的降温 这个最低温有机会来到28度 而低温呢则是维持在27度左右 东部地区则是维持比较单一的29度到30度的高温 而低温则是维持在25度左右 所以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哦 未来几天天气变化是相当的明显 虽然说明天呢会是这几天天气最稳定的一天 但是也提醒呢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就可以趁着明天天气状况相对比较好的 这个时间点哦赶紧呢为家里附近的排水系统清淤除泥 要把这个落叶枯枝落叶捡起来疏通水这个排水系统 然后呢还有这个中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 虽然呢这几天哦 这个教育状况并不是太明显 但是未来几天外出上班上课都得要记得 细带语句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